大家好,我是张旭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安利海外购平台推出的两款纽催来新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长效复合乳酸菌 提到乳酸菌这个概念,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这一个小小的细菌到底对我们机体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 都有多少有益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先跟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机体里到底都有多少细菌 大家知道我们的皮肤上也有,我们的肠道里也有 总体的体量大约是多少呢 大约在百万亿个以上 现代营养学的概念里面 把这个机体里的益生菌当成我们人体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器官 它就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对健康影响的作用 而这些一百万亿个的这种细菌 它大致分成三类 其中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是中性菌 这种中性菌呢,就是说 如果你机体里保持好的平衡 它就不会致病 如果于你机体抵抗力下降 这个时候这个中性菌就要变成有害菌 而当然那个有害菌大家都了解了 其实就是当我机体进来以后 它如果繁殖增殖 它就会给我机体带来伤害 导致我感染 导致我腐泻 那么这个有益菌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里面 结抗着这个有害菌 不要让它发挥有害的作用 同时也要控制那个中性菌 不要让它向有害菌的方向转变 而现代营养学的研究 我们发现 益生菌的作用非常强大 会影响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 我们先来看 这是丹麦做的一个大样本的人群的调查 调查什么呢 就是他要去看这些肥胖症 或者是有慢性疾患的人 他们体内益生菌的占比 结果调查发现 有肥胖症和慢性疾患的人体内 他们的益生菌的占比低 这个实验还发现 如果一个人体内的益生菌的占比低 他也容易罹患肥胖症和其他的慢性疾病 那么除了关于这些肥胖和慢性疾患的研究 今天对于益生菌还有其他的研究 你比如说对于消化吸收 我们大家知道 肠道本身对它的吸收固然重要 同时你也要知道 益生菌本身还可以促进一些营养素的吸收 而且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 有时候还会合成一些重要的营养素 你比如说通过益生菌 它可以加强我们人体肠道 对钙 镁等矿物质的吸收 肠道的益生菌 它还可以合成一部分B族维生素 和维生素K 这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 另外益生菌和我们人体消化的功能 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腹泻和便秘 说如果我现在不小心吃进来了致病菌 到我体内如果它增值了 那这个人是非常容易发生腐泻的 而如果他体内这个时候有足够的益生菌 就可以抑制这个有害菌的生长 避免发生腐泻 而大家也知道 对于老人 儿童 他们可能非常容易出现便秘 因为他的肠道的蠕动的功能 并没有那么完善 而益生菌可以分泌一种物质 来去促进人体肠道的蠕动 同时它还可以分泌一些物质 让我们的粪的形状变得软 而更容易排出 更有利于排出毒素 益生菌还有一个好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肠道里面 可以抑制脂肪的吸收 它在肠道里面 可以减少脂肪的吸收 如果减少了脂肪的吸收 那么这个人体内是不是脂肪吸收少了 他的体脂的含量就更容易控制 如果他对脂肪的吸收少了 是不是他血液里 血管里的脂肪也少了 从而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降低人体内的体脂的含量 以及降低人体内血脂的含量 还有一个 大家知道 对于女性健康来说 生殖系统的感染是一个要避免的问题 而女性本身自己的生殖系统 就有它自有的自净作用 那么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 更好的去保护 避免发生生殖系统的感染呢 益生菌 它可以帮助您维持肌体菌群的平衡 同时益生菌通过它的代谢 可以分泌出来一些酸性的乳酸的这种物质 然后通过吸收进入我们人体 来更好的平衡人体的酸碱度 从而避免女性反复发生的生殖系统的感染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 其实环境也在发生了剧烈的改变 而且我们人的整个的生活节奏也加快了 面对内外这种环境的变化的同时 你会发现今天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 以往您可能很少听说过过敏性鼻炎这个词 但是今天你会发现 你要一问过敏性鼻炎可能身边很多朋友都有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越来越多的过敏的问题 那么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外界环境的这种变化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机体的这种免疫力的问题 而出现了对外界环境变化的这种过度的反应 针对这个时候 益生菌的好处还在于说 它能够帮助您避免发生免疫功能的这种紊乱 如果说您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差旅 是吧 有一个旅游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有的人会容易出现水土不服 这种紊乱的这种情况 那么通过你补充医生菌呢 它就避免了发生这种不舒适的症状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要知道 医生菌在我们人体里面是伴随我们人的一生的 从我们人生下来几天开始 一个刚刚几天的婴儿 我们就发现他肠道里面是开始有医生菌了 基本上随着这个孩子正常饮食的增加 变成成人饮食以后 基本在婴幼儿的时期 他的一生菌已经就达到了25% 这样的一个成人的水平 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一生菌的水平是逐渐下降的 到了人65岁的时候 有检测发现 一个65岁的老人 他们平均体内的一生菌的占比 只有7.9% 而且更衰老的人群 他们甚至体内里面的一生菌占比 已经很低了 那么你想 如果没有一生菌的这些调控 那么他的有害菌比例就要上升 中性菌也容易变成有害菌 而这个时候 有害菌分解你肠道里的物质 生成有害的物质 比如说一些胺类 比如说一些致癌的一些物质 以及一些引朵 甲基引朵 所以你肌体里的这些有毒的物质 被你肌体吸收以后 这个人的脸上也是有表现的 他就容易长斑 那么就容易衰老 同时一生菌 还能够刺激我们肌体 产生一种内源性的生长因子 通过这个内源性的生长因子 来让我们的肌体组织进行更新和修复 你说美容养颜 它其实道理就在于此 所以一生菌 我们说它有重要的七大功效 就是说我们能够从消化 腹泻 便秘 血脂 体脂 以及生殖系统的健康 还有过敏 还有美容养颜 抗衰老 这些方面来对我们的肌体 形成全方位的呵护 我说到这儿了 我估计大家就想 又说这一生菌是真的好 那我怎么样能够尽快的 把这个一生菌吃到我体内 让它发挥更好的效果 但是大家你不要忽略 一生菌它是一个活的小细菌 那么你到底能够吃到多大的量 这是个问题 如果吃少了 不解决问题 而如果我吃了一个大的量 进到我体内 你会发现 它能不能够抵抗胃酸的杀灭 这也是一个问题 它如果能够抵抗胃酸的杀灭 它来到肠道里面 它能不能够去到 它相应的在肠道的位置 去发挥它的作用 同时你有没有给这个细菌 能够提供它的足够能量 让它保持良好的活性 以及说 如果这个人肠道蠕动的过快 细菌来到肠道里面 被你过快的排出去 这不也是穿肠而过 就浪费了吗 所以关于一生菌的补充 里面是有很多的学问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的 纽崔来长效一生菌 它就是要从这些个环节 一一来保护我们的一生菌 从而让这个一生菌 到您的体内发挥更好的作用 首先 我们纽崔来长效复合乳酸菌里面 每袋含有十亿个活的一生菌 那么首先在数量级上 就给予一个保证 另外我们里面是含有七大一生菌 这七大一生菌 它进入到您体内以后 有的在小肠的上部 有的在小肠的下部 还有两种去到结肠 那么它们进入人体 就是到它各自生活的部位 各司其职保护您的健康 为了能够保护这十亿个活的乳酸菌 能够顺利的通过卫酸 我们专门有纽崔来的双层精球胶囊技术 它外面这个抗酸的膜 就可以帮助一生菌 抵抗卫酸的沙密 从而让它顺利通过这个关口 让它来到肠道 当到肠道里面 我们怎么能够给细菌提供足够的养料 让它保持足够的活性 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提供了果寡糖 这个果寡糖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是说人不会跟细菌抢这个果寡糖 人不吸收果寡糖 听明白吗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果寡糖进入体内 血糖高了 或者我吃多了会不会胖 不会的 因为它是细菌的食物 细菌有了它以后活性更好 活的时间更长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双层精球胶囊技术里面 那个内层 内层的那个膜 就是为了要增加这个活的菌 在肠道的粘肤力 让它可以更长时间的粘肤停留在肠道里面 发挥有益的作用 因为我们这个长效乳酸菌 它有这样的保护的技术 所以我们可以让消费者 不需要使用特殊的冷藏技术 就在常温的情况下 就可以随身携带 随时使用 我们在里面呢还增加了相应的植物营养素 来改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粉末的口味 让您比如说我直接放到嘴里吃也OK 我直接用水冲送服也OK 或者说我直接把它拌到沙拉里 大家一起共享也好 通过刚才跟大家讲的 我们这七大益生菌 以及我们纽翠来长效益生菌的七大优势 大家你会发现 益生菌呢真是个小细菌 里面有大学问 因为益生菌它可以面对我们不同人群 以及不同年龄段 都可以针对他们的机体的健康进行呵护 可谓是健康全家好伴侣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纽翠来形体乐 纽翠来形体乐啊 它里面含的主要成分呢 叫做共饿亚油酸 共饿亚油酸这个词啊相对比较专业 它其实就是我们人体里面一种非常重要的脂肪酸 而这种脂肪酸对于我们机体里的脂肪的代谢至关重要 提到脂肪的代谢 大家应该知道今天肥胖确实是我们人群的一个主要的困扰 应该说肥胖不仅带来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 同时还让这个人更容易得一些慢性病 而更有冲击的数字是全球每年有三百四十万人是要死于肥胖的 而且我估计我们在座的各位啊 可能也会有或多或少这方面的困扰 是不是一过节就吃胖了 节后就要减肥减重 另外还有一个因为自己不断的变胖 导致这个衣服经常需要更新 过几个月这个裤子就不合适了 腰围也不合适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胖了以后呢 自信心呢也相对的下降 不敢自拍了 怕拍的不漂亮等等这些问题 大家要知道在体重相同的情况下 一个人体内脂肪多还是肌肉多 其实他所表现出来的体型是不一样的 虽然这两个人体重一样 但是有一个可能是健美型 也有一个是肥胖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大家你看 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 脂肪站的体积更大 同样是五磅 而脂肪的体积是肌肉的三倍 那么在这呢 我们呢也给大家列出来 男性女性在不同体脂率情况下 他的机体的这种表现 大家你们看 我们分别编了号 一号到九号 大家您觉得 您最希望自己是其中的几号 我估计啊 现场可能有很多的伙伴 是想选三号和四号 是吧 当然呢 至于说大家现在是几号呢 我就不问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确实有点残忍 是不是 但总之呢 我们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身材 有一个合适的体脂 一个人如果他体内的脂肪含量高 不单纯是他的皮下脂肪厚 他体内的其他的器官 血管里面也容易脂肪高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倡导一个概念 减重固然重要 减重更要减脂 那么如何去减脂 一方面 那我们要减少脂肪的摄入 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益生菌 来减少我们肠道对脂肪的吸收 你别忘了 如果我把这个脂肪已经吸收进我体内了 那怎么解决它 这里面就是供饿亚油酸的作用 供饿亚油酸 它就可以增加我们机体对脂肪的代谢 就是即使你吃进来了 即使你肠道吸收进来了 已经进入体内的脂肪 供饿亚油酸可以帮助他把脂肪代谢掉 另外还有一个 大家你去想 说这个人如果我把机体的脂肪减少了 会不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皮肤会松弛 对不对 而这个时候 如果脂肪把控的位置腾出来 又没有足够的蛋白去填充这个位置的话 你会发现他皮肤容易松了 这也是很多减肥减脂的人的一大困扰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要告诉大家 供饿亚油酸除了增进脂肪代谢以外 还有一个良好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促进蛋白的合成 在减脂的同时还能够帮您塑形 那供饿亚油酸它的简称叫CLA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理来帮助我们机体 促进脂肪的代谢增加蛋白的合成呢 它是有这四点 第一供饿亚油酸呢 在肠道里面呢 就直接减少我们脂肪的吸收 让我们的这个脂肪进入人体以后 不在机体里囤积 大家要知道 人体的肥胖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呢 是脂肪细胞的数量多 这个人容易胖 第二一个呢 是脂肪细胞的数量并不一定有多多 但是他脂肪细胞的体积大 这样的人他也叫肥胖 也容易肥胖 而我们这个供饿亚油酸呢 它就可以让你的脂肪细胞少增值 就不要有数量的增加 他可以减少这种肥胖 同时他还可以让你的脂肪组织 在体内多代谢 多分解 减少脂肪细胞的体积 另外呢 还有一点 这个供饿亚油酸呢 他还可以促进我们肌体里面 肌肉蛋白的这种合成 如果说脂肪被减掉了 我又能够合成一些肌肉 那么这个人不就可以既减脂又塑形了吗 那么我们说 如果能够在减脂的同时 保持良好的身体和皮肤的状况 这才是健康的减脂 我在这儿 我想问大家 你说一个人如果体内脂肪含量高 他往往容易在哪聚集 肚子 是吧 然后腰 臀 腿 肩 是不是 在这些部位容易有脂肪的囤积 那么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这个供饿亚油酸 它对我们人体里脂肪的这种代谢 促进我们减脂 它效果最明显的地方 就是你肌体里脂肪囤积最容易的这些部位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扭催来形体肋帮您减脂 是一个攻守兼备的减脂 就是因为这个供饿亚油酸 帮助您体内脂肪代谢减少脂肪的同时 它还可以让您增加体内的蛋白质含量 在减脂塑形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而我们的形体肋里面的供饿亚油酸 它的原料来源是天然的翻红花籽油 这种植物来源可以避免在你使用它的同时 带入胆固醇 减少你肌体胆固醇的摄入 从而保证您减脂的同时更加的健康和安全 那么形体肋 供饿亚油酸对于减重的减脂的意义在于什么 以往一个人如果说要减脂 可能更多的想法就是说 我要减少脂肪的摄入 我想通过比如说带餐 来减少我自己吃的脂肪的量 同时呢我还得增加运动 来帮助我体内脂肪的消耗 能量的消耗才行 才有更好的效果 而今天有了形体肋 供饿亚油酸 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说 如果一个人他不爱运动 其实他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增加我体内脂肪的代谢 还能促进我体内蛋白的合成 帮助我塑形 这是最大的优势 只不过我们说 说你不动也行 是动起来更精彩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 今天对海外购平台 这两款纽翠来新品的学习 能够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消费 也能够为更多的家庭带去健康 谢谢大家